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一聊福康安 到底是不是乾隆的私生子这个话题 喜欢清朝历史的朋友都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史书记载福康安的父亲是大学士傅衡 他的亲姑姑就是乾隆的妻子 孝贤皇后 按照辈分 他应该称乾隆为姑父 福康安生于乾隆18年 据说福康安小时候长得眉清目秀 粉面珠唇 模样于他的两个未曾磨面的表哥 黄二子永连和黄七子永宗有几分相似 而这两个备受乾隆邪的嫡子 恰恰又因病造妖 所以福康安自小就得到乾隆的格外照顾 自幼乾隆就将他带到内庭亲自教养 带之如同亲生儿子一般 福康安长大成人以后 乾隆更对其委义重任 福康安每次出征 乾隆军精心为其挑选将领 选派禁旅 使其必胜 而其他将领也迎合乾隆旨意 有意不取胜真功 以归美于福康安 乾隆先封气为贝子 然福康安终究不及封王而终 所以郡王正直成为一代宠臣之罪 嘉庆元年苗疆起义 福康安受命前去镇压 当时北方的许多官员 都受不了南方的湿热和胀气 因此很多都丧命于此 而容满一生的福康安 尽管在马背上无人能敌 但到底还是赢不了老天爷 在镇压苗人起义的时候 最终因为水土不服 热胀缠身 病情欲重 以至最后无药可疑 最终去世 福康安病逝的消息传到北京 朝廷上下一片哗然 乾隆皇帝极为伤心 这次他不顾众人非议 坚决封福康安为郡王 嗜好玩乡 看到这儿 相信大家都不得不感叹一句 福康安所受龙恩浩荡 无人能笔记 因为在清朝的时候 封王都是皇家姓氏的专利 只给自己家人封王 外姓是没有的 除了清朝最早的时候 为了保奖功勋卓助的将领 而乾隆和复衡的关系 也有许多令人费解之处 据闭关也史记载 孝贤皇后在宫中非常寂寞 就让自己的弟媳妇 也就是复衡的妻子 到宫中说话姐妹 某日入宫参见皇后 恰遇乾隆 大家都知道乾隆精力旺盛 喜欢美女 因复衡妻子的美丝 乾隆性质 虽有了福康安 而且自此之后 乾隆还与复衡妻子 长期保持着安美关系 后来偶被孝贤皇后撞破 看到丈夫与自己的弟媳通奸 孝贤皇后也因此 被弃得一命呜呼 还有一个事情 却是最能证明 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 福横宫四个儿子 长子福林安 封金罗俄妇 曾随赵慧出征回江有宫 身为郑白旗满洲复读徒 次子福隆安 封和硕俄妇 多国兵部尚书和宫部尚书 封公爵 第三子便是福康安 他两个哥哥都坐驸马 他又对得乾隆恩欲 反而没有娶公主 不知内情的人便引以为奇 福横曾经多次请求 让福康安也娶公主而为和父 乾隆只是微笑不许 这不由得让人心生疑问 福康安既然自幽被乾隆写 自幽截入宫中 从小受乾隆照顾 一生立功无数 风光无限 为什么偏偏不将公主 下嫁给他 使之成为地位显赫的俄妇 这就是因为福康安本系隆种 与皇室有虚言关系的缘故 如果让福康安当驸马 那不是让哥哥娶了自己的妹妹吗 那不乱套了 总结来说一下三点 第一长得像皇子 外甥随旧可以理解 侄子长相随姑父是没有的 第二乾隆格外恩宠 福康安医生的官运横通 乾隆对他青睐有加 最后还追封王位 第三乾隆不让福康安当驸马 去公主为妻 使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的有利证据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用不同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欢迎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